布莱特迪恩曾来台表演两天 结果彩排及演出全程都没戴口罩 连团员也只有在彩排时戴上 如今确诊染上新冠肺炎 有团员在脸书po文排练时迪恩不断的咳嗽 团员在脸书抱怨第一天彩排音乐家就有咳嗽 同事们好害怕第二天迪恩没戴口罩 勇敢举手请他戴 还被旁人说大惊小怪没礼貌 果真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 前NSO团员也是音乐家卢家军 接受平面媒体访问 痛批在非常时期这样的做法 合乎防疫SOP吗 即使是流感症状 不用戴口罩吗 所属单位高层 难道不该检讨 不该对大众说明和道歉吗 卢家军甚至还提到 怎么会让一个有症状的音乐家 做到观众席 这对观众而言也不够负责任 另一个正义还有民众指控 国家交响乐团团员遭居家隔离 却不顾疫情 要在四五月去欧洲和日本巡演 对此陈时中呼吁尽量暂缓演出 国家交响乐团也决定延后巡演 记得林永铭 林永铭 林永铭 台湾报道